在甲洞长大的人都知道 甲洞卫星是有条卫石阶 在地的都到这里找美食 近日的美食清单有 大排档里的餐馆菜 原济牛肉盒和招牌鱼头 店乡十足的铭记云吞面 外酥内乱烧鸡脂膀 美食中头戏 螃蟹大餐 再来吃口杂雪ABC 甜甜滋味仿佛回到初恋时光 随后再请你吃 天天排长龙 终于吃到你只香饭饭的夜酱饭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Mandy 陈思宇 欢迎大家一起收看 亥送你全新计划的美食节目 喂食GPS 谁来带路找美食 一起欢迎我的人肉GPS 甲冻五虎的大哥 没有病谢嘉借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甲冻刚上任的大哥 大谢嘉借了 好帅喔 快有甲冻这部电影之后啊 我相信你已经是甲冻的地头蛇了 对吗 算是吧 因为甲冻真的很大 不是什么地方我都去过 不过呢 好吃的地方我肯定知道 这样就太好了 那就麻烦你今天带我找美食了好吗 没问题 喂食GPS Malvin带你找美食 哇哇哇哇哇 来到甲冻啊 当然是要请在地的老大Malvin 带我们吃透透 首先啊我们先去品尝大排档里的餐馆菜 牛味满分的牛肉料理 说到牛肉啊 大马华人少吃牛肉 因此许多华人档口经营的大排档或餐馆 都把牛肉料理聚于门外 远近牛肉的老板啊 很爱吃牛肉 所以自己开设牛肉料理的大排档 自主自主 老板 牛肉的那个价格很高耶 为什么你会想要卖牛肉呢 因为这里 近来我在这里做了三十多年 就知道这里没有人卖牛肉 所以我要看看你当地牌 你要当第一家啦 当第一家 而且我们人生 人生很喜欢吃牛肉料理 哦 可是牛肉要煮到好去 是很不容易 对不对 就是你火候太大 它又会变倒 然后我又太小了 它又不熟 而且还有很容易有那个腥味 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这个火候嘛 对我来讲没问题 然后我做生意是三十多年了 是你的专业 对 然后我心灵啊 这个很简单大了 是只要你排料新鲜 物质好 就会有那个食物 对老板做生意是很特殊的 他用很新鲜的牛肉 对不对 当然 老板因为要的招牌菜炒牛盒 可是来自他对于食材选料的用心啊 好吃的炒牛盒呢 一定要用新鲜黄牛的肉眼 选材绝不马虎 如果你不爱吃牛肉也没关系 这里的招牌鱼头啊 可是店里的招牌菜哟 嗯 我要吃你咯 鱼 鱼 那个鱼是要怎么叫啊 这个是可以吃一下 上一层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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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跟我一样很嫩啊 这个 这个啊 跟我一样很嫩 fun 有種感覺 這個呢 所以因為我很挑吃魚很挑 然後我不能吃這種魚太熟 有點硬 或者有點腥味的 這個剛好是沒有 有跟我一樣很嫩 牙又越來越或越 牙又來跟我一樣很嫩 妳要來試一下 吃魚 這你們真的 一樣嫩 一樣嫩兩個都很嫩啦 不過到底如何煮出 沒有腥味的招牌魚頭呢 連一向對吃魚挑剔的Malvin 都不具於口外呢 嘿嘿 老闆的秘密就是使用大量的蒜 蔥和芹菜 三十幾年的煮草經驗 加上對選料的堅持 難怪這家店仍是多到 一味難求啊 真的要非常謝謝謝家姐 我第一次吃到它是有點像勾芡這樣子 每一樣的材料都滑滑的 肉也滑滑 然後它的紅粉也滑滑的 非常的順口 那魚肉的方面呢 我是要請吃魚的專家去加劍來做 那我其實我剛才想說 我雖然點的是吃魚啦 但是我剛才有偷吃了一點河粉 因為我覺得那個河粉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它的汁 醬汁真的很有味道 我還有那種衝動 想把那個牛肉也可以給它吃掉 可是我還是喝住了 那說回來那個魚呢 我覺得還真的還不錯 因為它吵起來 居然老闆說它加了很多那種芹菜嗎 可是我吃起來 我還覺得那個芹菜味道是香的 沒有那種很讓我覺得 沒有防御的感覺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吃芹菜 對對對 其實我也是很怕芹菜的味道 但是它的魚跟芹菜的味道 是非常的綜合在一起 沒錯 值得一試 所以你們一定要來吃囉 美食當前 兩位主持人當然都Hold不住了 接下來讓我們去吃 最有駐家味的雲吞麵 蛤 駐家味 喔 原因就是這家名記雲吞麵的檔口 就開在自己的駐家中 可說是名符其實的駐家菜 那是多麼的溫馨啊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是下雨天喔 然後我們為什麼要站在 老闆的身邊呢 因為這一攤的雲吞麵 實在是太有名了 就算下雨天裡面還是客滿 所以我知道 麻煩我的大哥 也一起站在門口這邊訪問老闆 那老闆在這裡住了多久喔 20幾年 哇 所以這裡假動人 全部都知道這一攤喔 知道… 看多麼紅 20…29年 那那個功夫一定要非常的好耶 你有沒有去跟任何的師傅去拜師學一 我不用喔 我做過兩個老闆 兩個老闆就是做賣五元正麵的 哇 這樣子 所以我誰知道他是一點點功夫 他就給你開當 講到這個功夫 那煮雲吞麵呢 他的秘訣在哪邊呢 水又滾啦 那個醬油又好的啦 燙油那個料又好的啦 你看什麼 你看 做麵仔你不要拿 看老闆都不忙 你看這做訪問都要 要做耶 你看 裡面一直在吹了 沒問題… 而且現場我看到 老闆他剛才講說料 真的是要用到非常好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他的用料 給你們看到那個茶燒 如果連茶料不好 做什麼吃都不好吃 我覺得這茶燒很多人都會想要吃 因為不肥 沒有真材實料 再怎麼高超的烹飪手藝都沒用 難怪民進雲吞麵 可以賣到皆知相聞 另外據老闆說 麵條好吃的原因就是雞蛋 加入雞蛋一起製作的麵條 麵香和Q度都十足 麥迪妳趕快先吃一下 好 我保證妳現在吃了 妳絕對不用後悔了 這個湯是非常好吃的雲吞麵 我相信妳 好Q喔 它的湯真的不一樣耶 我怎麼沒湯啊… 我不建議你喝我的 因為它麵質很好Q喔 它的湯不是那種 就是很多其他外面的店 他們就是用自來水 然後這樣煮 可是它的湯有很特別好像是 感覺它已經有很多料 在裡面的那種我已經 燉了很久的感覺是吧 你看那個冬菇 哇 餐料成都是好的耶 我剛才在它的那個 攤位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也一直在看冬菇 喂 很大喔 我已經摸住很久了 我待會兒一定要吃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邊的雲吞麵 雖然就是比台灣的小碗 因為台灣的很大嘛 妳也知道 沒吃過啊 而且沒有吃過 可是它們的皮啊 就不會像這樣子 很有彈性 台灣的那個雲吞的皮啊 非常的軟 就是在湯裡面 你可能湯子輕輕碰一下 它就會飄散這樣 那這種的咬勁就會非常的好 然後蝦呢 重點在蝦 蝦 哇 拌到了 拌 帳口阿力 招牌菜 鮮蝦 雲吞 會被拌到的原因啊 是因為薄薄的雲吞皮底下 包著的是一整顆新鮮的蝦 顆顆都是落竹料 吃下去的口感啊 相當彈牙 可以感覺到真材實料的滋味啊 很Q對不對 而且它沒有那種 反正就有一股分不清的那種麵粉 或者是澀澀的那種味道 可是這邊的麵不會耶 真的像老闆講的 一定要加雞蛋才行 對… 這個低頭色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可以暫時不要講話嗎 先吃完啦 不要 吃完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不用排隊 怎麼要排隊 因為我是大哥啊 為什麼要排隊 叫我排隊 大哥對不起 吃麵吃麵吃麵 我還帶你來吃咧 你很感恩耶 對不起 我吃 是 吃 原來這就是大哥的福利 不過啊 連平時隊輿論麵啊 都很挑剔的大哥 都讚不絕口的輿論麵 真的值得一試喔 話說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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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人怎麼掛掛的呢 是不是 那個弊子 是哪流 音樂 不是